大家好 时不时就会被同学闷闷到 怎么样背单词才会更加的有效率 非常理解大家的心情 但是背单词它的捷径呢 基本上是没有的 在今天这个视频里面 我提供大家一个方法 一个最重要的方法 可以说是一种思维方式吧 或许可以帮助大家更加轻松的 去面对背单词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在背单词的时候 比如说这是一本单词书 大家用APP背单词 那种记忆卡片也是一样的 经常我们每天会给自己 来一个单词的目标 比如说今天要读200个单词 这种枯燥的事情 往往越做到后面心里会越烦躁 那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往后面翻 比如说像这本书一样 我读了这本书以后 看到后面 后面还有这么多烦死了 我们应该看前面 给自己一点信心 我已经看了前面的190页了 我再看一看怎么样 是不是 给自己信心 信心有了以后 我们的心情就会调整好了 我们就能够背更多的单词了 困难一直在那边 我们要改变的是 我们对困难的看法